放開前面這部機是PTAE8000 今次這部新機是一部新的3D家庭影院投影機 比起去年的AE7000其實在規格上有很大的改進 例如亮度方面由2000流明提升到2400流明 而對比度方面也大幅由30萬比1提升到50萬比1 至於3D功能方面來說 今年廠方就加入了3D Remastering的功能 其實這個功能主要是針對3D畫面的時候 怎樣可以針對一些快的動作 3D效果又要出但畫面又要清晰 但是顏色方面的還原又要做到高清的效果 就全賴這個3D Remastering 但這件事必須要你自己去看畫面 你看完覺得很舒服你才能感受到的 當然在用家層面方面來說 其實在一個賽單的操作方面 亦都有很多改良的地方 譬如去年在3D的時候 那個Lens Control 譬如你想調教一下Lens 想放大一些畫面或者Focus 想再對準一些的話 去年AE7000是做不到的 但這部機無論你在2D畫面或者3D畫面的時候 都可以做得到 還有剛才我說的3D Remastering這個功能 它除了在3D的時候可以應用 其實在2D轉換3D畫面的時候 亦都可以應用到的 其實開售價是多少呢 其實跟去年的AE7000一樣 我們都是賣25800元的 而保養方面來說 是提供3年的上門保養 那眼鏡就是用一個主動式的紅外線眼鏡 那眼鏡這個是選配件來的 那如果本身你已經是 有選用我們Panasonic的Riera的電視機 如果是叫第三代眼鏡的話 那其實這次這部機呢 都一樣是用這個第三代的IR眼鏡的 有選擇 真的嗎 請介紹一下